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援助与支持下建立的 而在越南宣布独立之初 胡志明是怀着一颗赤诚的美国心 越南的国民来源于中国清代嘉庆皇帝 历史上越南北部长期为中国领土 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 之后越南历经多个封建王朝并不断向南扩张 但历朝历代均为中国的翻手国 十九世纪中叶后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 1945年8月革命以后 胡志明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南的官方历史书是这样写的 中国侵略了越南一千年 越南历史就是中国侵略史 对不对 完全胡说八道 里面充满了逻辑混乱和概念错误 比如说蒙古军队攻击越南 也算是中国入侵越南 如果按照越南的这个逻辑 蒙古先灭的宋朝 然后在俄罗斯地区建立了金杖韩国 那是不是中国入侵了俄罗斯呢 俄罗斯都是中国的殖民地呢 按照这个逻辑 日本先侵略的中国和江浙 再侵占的越南 那是不是这个账也要算在中国头上 我们根据越南的历史算下这个账 秦带统一天下 从那个时候开始 越南北部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在秦的统治之下 越南设立三郡 其中巷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部分 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 秦国人海南郡将领 赵驼叛乱自立为王 建立南越国 这个就是越南政权的最早根源 越南本身就是中国人 即秦人秦朝恒山郡 真定县人所建立的政权 然后中国人叛逃了 能叫中国侵略吗 说直白点 越南是石家庄市正丁县人建立的 北越的原住民都是秦带的移民 这个叫侵略 不会是被迫害妄想症啊 所谓北越的原住民 要么就被赵驼的部队杀了 要么就和中国的移民融合了 如果说中国侵略了北越的原住民 这个罪孽也是现在的越南人 也就是赵驼和秦代移民干的呀 那这么说 英国也侵略美国了 而最早的北越历史 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 南海郡再往南 都是散乱的部落 后来北越自己强取豪夺 强了缅甸和老挝大量的土地 一直打到了最南边 说是有中国的侵略 就更扯了 汉代后 赵驼重新臣服汉代 后又叛变 再简单点说 你是我的兵 派你去打仗 你打了南海郡 后来你独立了 一路南下领土扩大了十倍 然后你让我给你道歉 说我侵略你了 越南 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国家 是从秦代起 中国开始创建后 融合形成的一个国家 中国侵占越南 不是胡说八道吗 从宋代开始 基本上越南开始独立 而天朝是宋代的宗主国 这种宗主国 谁当谁傻 天朝曾长期是越南的宗主国 这种宗主国 只有天朝愿意做 西方国家给他们钱 他们也不做 资本主义世界目标很明显 没好处的事情不干 当然 这样想也没错 没有好处 我干嘛执名 干嘛跑那么远 日本是美国的属地 美国控制日本 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工具 美国在日本建设军事基地 是岛链的一个重要环节 来遏制中国 钱嘛 让日本出 印度曾是英国的属地 英国控制印度 是需要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 让英国的工业品 有清销的场所 并进行原材料的掠夺 英国殖民印度期间 对印度进行无限度清销 日本 曾想让中国作为日本的属地 目标也很明确 拆你的房子 抢你的地 没好处 我干嘛打你 越南 古代是中国的藩树 天朝在东南亚地区属地 是比较多的 建立属地有几个目标 第一 朝贡体系 就是我的钱太多了 你帮我花点 各藩树给天朝进贡土特产 天朝回赠丰厚的金银 一般给出去的 都是几十倍到几百倍的东西 藩树国运来一传土特产过来 天朝回赠一传的金银财宝 藩树国都高兴的发疯 一边口里叫爸爸 一边心里骂傻瓜 西方的地理大发现 目标明确的就是为了寻找财富 天朝的正和下西洋 目的就是为了找国家发钱 走一路 送一路 第二 帮助从属国家维持秩序 或平定叛乱 天朝历史上 不知道帮越南平了多少自派 明朝永乐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 中国都曾出兵越南 出兵的原因 基本都是越南发生内部叛乱 或受到邻国侵略 岌岌可危的王朝 请求宗主国保护 总之就是出钱出力 一点好处都没有 从宋代开始 天朝对越南除了给钱和帮忙 别的没管过 对此越南动不动还到天朝来抢东西 一旦天朝属于实力弱小的时期 如在宋代 1009年 李公运开创越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 李朝统治者雄心勃勃 迫使沾城 柬埔寨 老窝纳贡称臣 并七次深入宋境 焚其苍耳环 伐宋清州 要兵耳环 北宋疲于应付辽和西夏 无暇顾及西南 李朝的入侵强度一次次增加 战争公元1069年 王安石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 在国内引起强烈争议 李朝十万大军 在辅国太尉率领下乘机公宋 侵占钦 连 雍三州 雍州之州苏简 寡不敌众 杀全家36人后自焚 这样一场残忍的侵略之战 发兵理由 竟然是宋朝实行变法 残害国民 越南兴师问之 欲相救也 相救的办法就是屠杀 到近现代 越南又声称公宋 处于自卫 是李长杰认为宋军有侵略企图 所以先发制人 仅这几次 越南对天朝侵略造成的死伤 远超天朝对他们 到现在 越南的历史书中 都记载着天朝对越南在古代 如何压迫 简直就是颠倒黑白 一派胡言 但你说天朝冤不冤 一点也不冤 这世界的运行规则 就是强者掠夺和暴力 只有两种外交 一是对等的互惠互利 二是不对等的灵霸 灵霸也有两种 一种是杀人抢钱 一种是送钱送物 这两种都没有区别 本质上来说 送钱送物比杀人抢钱更低等 而且违背人性规律 所以现在看越南教科书描述的天朝 包括越南古代到天朝杀人抢钱 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冤 自己干了蠢事就不要埋怨人家 如果天朝原来到越南是拆房子抢地 现在越南教科书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送钱和抢钱都是灵霸 没区别 不过没关系 中华民族是善学习的民族 原来干了蠢事 后面不干就行了 天朝的这一套外交策略称为朝贡体系 是自公元前三世纪开始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 存在于东亚 东北亚 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 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 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孙文等人认为 叫着帝国主义的挟武力挟迫屈服 建立殖民地 宗藩关系不诉诸武力 即可使对方臣服更显文明 朝贡体系被认为在传播中华文化 开展周边贸易方面取得了积极的作用 但后续 在十九世纪西方世界文化的冲击下 快速分崩离析 现在还有很多人为朝贡体系叫好 我认为朝贡体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文化 谁学谁死 为什么这么看 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在十九世纪获得全球 是因为西方要的是利益 西方是生意人 天朝的朝贡体系要的是面子 要的是别人说好话 你要面子就做不了生意人 所谓的朝贡体系下的贸易 全是赔钱买卖 你赔了钱人家还不认你好 包括在整个明清 天朝在东南亚不知道送出去多少钱 换来怨声载道 毛主席说落后就要挨打 是天经地义的全球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家落后你不去打还去送钱 让别人怎么说 天朝的皇帝喜欢听好话 愿意用赔钱的朝贡体系来换别人的称赞 所谓八方来贡万国来朝是蠢到极致的表现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 使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法国到越南是做生意抢东西去的 是满足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需要 所以越南不恨法国 天朝在越南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所以越南在教科书中反天朝 别怨越南 天朝自己先反人性的 现在东南亚的小国在内心深处都是恐惧中国的 就是因为天朝原来对他们太好了 凭什么对我好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说明一下 中国现在的贸易体系搭建的外交体系 是以利己为中心 互惠双赢为原则开展的 和天朝的朝贡体系有本质的不同 现在 中国人越来越聪明 但也不乏反制的言论 比如某某希望加入中国 获得一片叫好 可算了吧 中国为了边远地区的基础建设 花了多少钱 操了多少心 才逐渐把一些地区的基础建设搞起来 经济搞上去 别的地方我们不要 爱哪里凉快哪里凉快去 美国多聪明 波多黎哥等一些国家公投加入美国 美国根本不要 美国的思路就是 要我当你爸爸 凭什么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你把GDP搞得和日本差不多 我会考虑考虑 越南的战略重要性 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下 越南在20世纪被西方列强所觊规 在21世纪被各种势力所拉拢 越南的重要战略意义在哪里 东北亚的国家 中日韩潮 都属于能源输入国 中国 是一个贫油国 东北亚的绝大多数能源进口 都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就是新加坡的家门口 进入南海抵达中国 中日前后 都不屁于